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石乐这边的916万 还有木可这边的1300万 这样的虚报支出 究竟从关系图来看 会是柯文哲 黄珊珊 还是这个尼奥的负责人 尼奥石乐的负责人戴力林 到底谁会是拿到这一笔钱的人呢 那又从另外一条路线来看的话 这个往木可这边的1300万元 这个李文娟是负责人 然后财务长李文忠 他们两个是兄妹 还是他们两个呢 还会是柯文哲呢 所以这两条路线看起来 这几个人现在目前 都是大家怀疑的这个主要对象 当然更少不了这中间的 他们被指控的会计师端木正 所以这个从关系图来看 现在这几个人 变成了一个重点调查对象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北检搜索了 木可尼奥石乐公司以及端木正事务所总共七处地点 约谈了端木正还有这个李文娟就是木可公关负责人 以及呢柯靖总的财务长李文宗 还包含了戴力林等六人 那最后呢端木正是以100万元交保 李文娟是150万元交保 两人呢都限制出境出海业 接受科技监控 那木可公关的会计呢 这个何爱婷是以50万元交保 那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端木正其实原本是150万元 他就说这个他自己密保无招 这个所以改为这个100万元 就是降低了50万元让他交保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李文中他的说法 他说呢因为靖总的财务部人事捉襟建筹 所以申报选务这些款项的事物 就委托给端木正来处理 没想到漏报和误报的金额 高达1800万元 但是他又不知情啦 那这其实柯靖办呢 他们报出有4000多万元 是流向了木可公关公司 根据传闻呢 这些报照都是要经由李文娟审核 但是李文中又说 没有这些凭据都是自己签字 妹妹只是协助而已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边 好像也是说的 让人家听了觉得不太明白 那但是木可公司现在 虽然说暂停了嘛 但他说往来的账户都一切合法 有这样的一个声明 希望说司法单位能够赶快 尽快查明让真相水落石出 检掉出手真的能够还真相吗 还是其实就是要让大家感觉 这当中好混乱哦 可是既定的印象已成就是 怎么柯文哲搞得乱七八糟了 是不是让他政治生命的中断 才是现在这一个检掉出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性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亮哥的讲法 他说检掉如果确定一件事情就算打诊 为什么呢 只要说有人私吞 那一定会从这个钱的流向去查 一定也会问 为什么会有这个汇款单据啊 然后却没有支出凭证啊 如果是做假账啊 这样的一盆这个 做假账的这个帽子扣上去 或者是标签贴上去 哇那现在对于这个民众党来说 铁定是重创啊 那基本上就已经达到了目的性了 那吴子佳甚至还酸 他说检方的目标就是要收押柯文哲 在旁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其实最终目标就是对着阿伯而来 那柯文哲如果被收押的话 不会像阿伯这样喊私法迫害 他只会哭 他说阿伯就是没有胆的小丑 那这个吴子佳对他的评价当然不是很高 可是你看起来这个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是要柯文哲死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说 他们的账务怡云 还有吃了96万的素食 96万的素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看这个民事下的标 下的时候竟然可以吃到那么贵 那后来徐辅的讲法 他是讲说其实是960加110两张发票 这样登记比误啦 那可是柯文哲的回应就会讲说 那就是误登 就是有时候我们记账 可能比方说这个实位数什么的 这写错还是怎么样的 那他就讲说这是误登 结果你看自由时报直接给你下的标是说 柯文哲说误登不算啥 96万的误登不算啥 亲口认了这个价差 这个标题就已经等于判了柯文哲死刑了吧 就是说哎呀你就96万在你看来 都不算什么 他们要营造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说柯文哲跟他原本的人设是不同的 柯文哲你什么骑脚踏车搭公车 好像很省吃俭用 然后还有在选举的时候都一直讲说经费不足 我们就省省的这样子来 用小草的力量来选举 你是这样打造一个清廉的形象 或者是省吃俭用的形象 可是呢现在要给你营造 是说其实你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 比方说呢在台南造势 封街花了475万 行不行 其实475万你要做一个活动不是不行 可是人家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这么好像阳春的一个场子 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 你民进党才花这样宣讲 大概才花18万 你要花475万 这是不是有人要灌水上下骑手 再泼一盆过来 就是给你造成这样的一个乱花钱的印象 再来你做这个贾老二民调 烧了1400万元 吴子佳也讲说美丽岛的民调 整场做了110次的民调 柯文哲总共花的钱比他还多 所以说柯文哲是骗子 灌水 然后这是不是也造成了 就是说原来你花钱做民调也是一大笔 还有这个他竞选拍了14支影片 花了千万元 也被民进党酸说 这奥斯卡等级吗 2.5个小时的棚录影片 含场地费 双击拍摄 然后灯光音响后制 总共花费了这样子 大概就是100万元吧 就说这是业界的行情 可是你为什么会到1000万元呢 所以现在要开始打击的是 柯文哲在人们心中的一个印象 就是你根本不是你好像营造出来 你很省的那个样子 这可能是民进党现在的第二步攻略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馆长 当然比方说像是馆长也好 或是一些支持者也好 可能像目前看到民众党这些问题冒出来 当然他的确可能内部是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花钱上面有问题 真的会动摇一些 这个民众党支持者的一些信心吗 我们来听一下馆长的说法 你的进办真的是烂得像是脱子一样 而且花钱不手软 今天不是我要批评你们 是有些事情 麻烦以后柯文哲 甚至是进种里面的大哥大姐 我不知道哪一个 你们可不可以表里如一 说都说艰苦 你们这些开机才打手 你们这些公司是才很严肃的 真的贪不到钱 对 好 这个在野党 柯文哲是可以被监督 但是执政党反过来可以被监督吗 当执政党要花大钱的时候 出手其实 这是跟柯文哲是不同level的 完全不是同一个量级的 比方说要成立体育部 200亿又再砸下去了 现在他讲说这个赖清德 清德总讲 台湾目标要成为运动大国 水到渠成要变成奖牌大国 所以他们在明年要来成立 这个等于说运动 体育纪运动发展部 明年要成立 那预估是200亿元 就这样砸下去了 所以运动部明年成立之外 同时还要成立行政法人 这个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 让配套措施一并到位 一般网友或一般观众 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下一个数发部 数发部 然后还有就是说 急着挂牌就是要搞钱 那你们现在彻翼努力要打死柯文哲 但是你们国家的钱可以继续乱花 反正就是又多了一个叉叉 酬佣部了 因为过去你们花的这些钱 什么足球六年计划 蔡英文砸了43亿 结果现在排名仍然在后半段 然后还被审计部讲说 根本执行没有预期 那还有这个数发部 一年政绩到底在哪里 我们只知道要这个什么 网路上定面线 所以网路上人家讲说 这根本就是诈骗国家队 现在又多了一队吗 这个体育砸200亿 真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吗 我们先来问一下巧鑫 巧鑫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最近的这些风波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 从民进党的角度当中 他第一个全力一把抓 然后制造了这个整个混乱来讲 就抓到民众党的这些弊病 然后让大家的焦点 都在民众党身上的时候 他很多 你不要看赖青的 他现在A委员会 B委员会 C委员会 都在成立当中 而且已经要开始开会了 所以因为在国会里面 他们不是多数党 所以如果他把所有的一些行政 都是在这个行政院 跟立法院里面对决的话 那他很多事情 绑手绑脚不能做 所以才会跌床架屋的 到另外一个委员会里面去 那在此期间 其实就我知道的是 赖青德他最希望 就是去毁灭民众党 那有他的理由在 因为他一直觉得 为什么蔡英文当时 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年轻选票 可他却没有呢 那他剩下40% 那其他的10%去哪里了 他就觉得被柯文哲拉走了 所以当然找到机会下手 这个民进党是绝对不会停手的 趁你并要你命 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 这个金钱风暴里面 政治献金风暴里面 确实民众党就有让大家 不管今天你是哪一个政党 都有很多批评的空间 我们讲最简单的一个 其实你在财务跟会计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而且还是相互监督的角色 怎么会民众党的大帐房李文宗 而且是柯文哲信任这么久的人 把记账跟把这个会计师签合 都给同一个事务所做呢 你可以去找记账师做 你记账师记完之后 再给端木正去签合 那他签合的结果 你再拿去使用 可是你怎么会是记账的人 也是端木正的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签合的人也是呢 再来端木正 他是知道政治献金怎么搞的 就是说他知道监察院是怎么看的 这个一般民众不知道 我讲给大家听 因为我们选过比较多字句 监察院他不会去看你的收据 他不看收据的 他只看什么呢 他看你的登记 就是你登记在监察院 网站上的这些资料 以及最后你的政治现金账户 账本里面的金额 有没有短差 如果有短差少了2万 为什么少2万 多了2万 为什么多2万 你要把那个洞填起来 所以他只看这个 然后国税局 也不会对于这些内容做勾基 为什么 因为发票跟凭据 本来就只在候选人的手上而已 并没有提供给国税局 或是提供给这个监察院 就是说监察院这里的资料 不会跟国税局去做勾基 所以应该是A公司 如果他有跟竞选团队 合作500万 那这500万的发票 他就要缴国税局的营锁税 可是如果今天 A公司 他是被登陆在了 这个监察院的系统上 但其实他并没有开出这张发票 那国税局也不会跟他追税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 不然这么多洋洋洒洒洒洋洋洋 种种的东西 怎么会有人这么刚好就看到呢 最后我再讲一点 为什么端木正要选择这几间公司 来做所谓的帐幕调节 很明显嘛 就是觉得这几家公司 跟我們關係比較好 然後支出的比數又比較大 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所以就用他的大水庫理論 把它填平 可是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這樣子的作帳的方式 絕對是不對的 好 來問旺哲 今天終於看到端木正本人了 這個禮拜大家都在找他說 到底人在哪裡 結果今天真的出現 現在我先談回來 他現在被交保 原本是200萬 後來因為他說他沒錢 他改為100萬 可是這當中 我覺得有些貓膩的一些存在 為什麼檢方會願意讓他降價 這個我覺得有點好奇 因為過去看起來 如果你真的說沒錢的話 是真的可以降價 原來這可以喊價 這個是可以喊價 那顯然可能檢方是不想壓他 或是說可能背後 還有水更深的人物 會呼之欲出 不知道 那接下來看起來 大家在討論說 下一個會不會來約 柯文哲來做約談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機會也滿大的 因為現在看起來 各方要釐清的話 當然柯文哲他是主席 他絕對躲不了這件事情 然後包括黃珊珊也有可能 因為接下來的案子 就進入司法了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裡面牽涉到太多 不只一家公司 非常多的錯綜複雜一些關係 那顯然目前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有點 被多點開打 也不是只有這一點 包括你看便當現在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也是 滿大一個問題 因為根據許甫的說法 許甫說是誤登 可是志涵講的是誤報 兩個金額差很多 志涵講的是9萬多 然後許甫講的是900多 那到底是怎麼樣 現在網友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民眾黨 你要自己講清楚 到底是900多還是9萬多 這個便當的錢 因為當天又被人家發出來了 1月7號那天的發票情形 其實當天柯文哲是到高雄 去開大肇事 到南部去開肇事文會 那如果真的是9萬多的話 有必要花9萬塊在台北 買這麼多便當 將近1000個便當 先不論商家做不做 做得出來這麼便當 民眾黨在台北 如果當天要辦大肇事的話 需要用到 有1000個黨工要吃到便當 這個我就覺得也是個問號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這個便當的錢不能輕忽 因為為什麼大家會說 以前談這種大的一些case 大的金額 大家比較無感 反正談那些小 談那些高雄萬 談那些什麼咖啡 談那個衛生棉 大家很有感覺 因為那個可能是 你我會接觸到的東西 那這個用小東西就可以放大說 你這個政治人物到底是貪多大 這會在社會上展現一個氛圍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不能輕忽 這種小金額的東西 你必須要統一再講清楚 因為看起來 民眾黨每件事情 看起來每個人講法都不一樣 一開始端木正出來 先怪端木正 後來黨內又覺得說 不對 那你黃稱讚要負責 你其他李文忠要負責 甚至你柯文哲也可能也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現在應該先統一論調 你不要多點開花 不然就變成說 每天大家可能問完 問完民眾黨之後 再跑去問誰 再跑去問柯媽媽 只跑去問陳佩琪 沒完沒了 你這個就變連續劇了 所以我覺得 現在民眾黨可能要先統一說法 然後把口徑一致 會比較OK一點 好 來請教霍恩哥 我是看這樣的一個 這種案子可以這樣子 搜索七弟約談六人 這都是什麼案子 這是一個偽造文書的案子 沒有人這樣子辦的 就看到檢調辦這種案子 我就請問台北地研署 一個問題 王毅川的案子 青鳥案你為什麼不這樣辦 你怎麼那麼好笑 為什麼不去 這個是台北地研署的 新的檢察長叫王軍 你說我們辦案不預設立場 笑死人了 台北地研署辦案 每次都是預設立場 這個架碼 我來跟旺哲兄解釋一下 這偽造文書是小案子 非常小的案子 這種東西就是小案大辦 為什麼要大辦 因為遇到柯文哲就要大辦 辦給你死 這個是非常的糟糕 這種沒有人這種辦的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行情 就是說200萬交保 我從來沒有看過 偽造文書200萬交保的 一般我們性侵害的交保 2萬10萬 2萬到10萬之間就交保了 酒後駕車撞死人 10萬到50萬之間就交保了 然後你看偽造文書要200萬交保 你有看過這種數字嗎 我從來沒看過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是因為柯文哲的案子 這樣子故意的 這個非常刻意 非常的糟糕 那我請問大家 你看像吳思瑤的這種想法說 小草辛苦的可以當回頭草 吳思瑤你的中文要進步 號碼不是回頭草 你怎麼叫人家當回頭草 那我有意見 那小草是民眾黨 回頭草是民進黨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在旁邊看 反正年輕人不是小草 就是回頭草 然後國民黨就是叉叉 沒有國民黨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你看 像這種就是 我就覺得很奇怪 剛剛徐小新講的 我也聽不是很懂 你看中國時報說 柯文哲現風暴 然後藍白要同州共命 我就請問大家 如果今天是侯友宜現風暴 柯文哲會跟國民黨同州共命嗎 會嗎 你覺得會嗎 柯文哲說我第一次選總統 我請問何友宜跟賴清德不是第一次選總統嗎 人家也是第一次選總統 剛剛巧新講的比較含蓄 徐小新也有報過政治獻金 他的報章為什麼不會跟柯文哲一樣 會這樣子 為什麼要藍白同州共命呢 那不是很奇怪嗎 大家都在選舉 大家都在報政治獻金 就跟你的動作 你的出事 你出事你去怪別人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難道現在 我請問《中國時報》 難道現在國民黨要跟民眾黨抱在一起嗎 國民黨要應該去幫民眾黨的 這個政治獻金 幫他清白背書嗎 你到底在想什麼 各位都很了解柯文哲的刑事風格 他在政壇打滾也十幾年了 如果今天吐賊的是侯友宜 或者是賴清德 他一定在旁邊酸言酸語 柯文哲就是這種叉叉 我就不要講得太難聽 所以柯文哲現在這樣子 我請問大家現在出來罵柯文哲的 是不是很多以前柯文哲的幕僚 跟著他出來的 他帶出來的 他旁邊的文膽 他的那些助理那些什麼的 現在都跟他翻臉了 我就跟各位講 你不要幫柯文哲公圍 為什麼 因為不值得 他旁邊現在就剩黃珊珊 叫黃國昌而已 你再幫那個沒有標 對 我覺得讓這個查障 你民眾黨查不出來 就北檢幫你查 你讓北檢下去查 讓調查局下去查 柯文哲這個 但我 翟軒我最後一句 我跟吳子嘉講一下 我從來沒有 我從來沒有看過偽造文書 200萬交保的 我也沒有看過偽造文書 被收押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懈